艺术大师毕卡索生前留下很多经典作品 其中1901年的作品《蓝色房间》 专家用红外线发现了画作底下藏有另外一幅男子的肖像 他带着领结 手背支着脸庞 其实专家早就怀疑这幅画另有玄机 因为毕卡索其他重要画作也曾经被发现画中有画 学者目前已经排除这个男子是毕卡索自画像的可能性 所以神秘男子究竟是谁呢 学者们正在研究中 裸体的女人从棗盆中走出 这是毕卡索1901年的作品《蓝色房间》 专家学者经过红外线扫描后赫然发现 底下其实藏有胡须男子的肖像 这名男子用手织着脑袋 手指戴着三枚戒指 令外界好奇他到底是谁 我们正在评论这个人的肖像是 比卡索当时受朋友自杀影响画作中充满蓝色以及忧郁被外界称作蓝色时期 1954年就有专家学者认为蓝色房间动作不协调可能藏有玄机 1990年透过X光扫描后发现作品底下有模糊画面 直到2008年经由红外线才发现这幅男子肖像 当时毕卡索定居巴黎年仅19岁 无法负担价格昂贵的画布 专家认为可能是在旧的作品上重新作画 Picasso was known to paint over his own pictures There are other examples where there's documentation There's their drawings or other types of documentation where it confirms the painting underneath the painting is by Picasso 世界各大博物馆现在都积极邀请蓝色房间参展 希望能够让大家看见毕卡索的神秘画作